你说我表姐结婚 我应该随多少分子钱呀 不管你随多少 我都会在你和你家 我说真的 你真的那么远 不要你兴趣 你那天不是有工作吗 放心吧 我只是去跟表姐当伴娘 会有问题的 表姐 你这结个婚也太辛苦了 一大早就起来出众 昨天晚上都没怎么睡 师姐 谢谢你 非这么远来给我当伴娘 你这说了什么话呀 你远嫁 我作为娘家人 过来给你撑腰 不是应该的吗 让是表姐 你明天来带我娘 什么地方 希望一会儿婚礼顺利 放心吧 你姐夫说了 他那帮接亲的兄弟 不会乱来的 行啊行啊闪开 别怕了 你娘子四点钟就起来化妆了 一会儿还要跟她呢 这不是大喜的意思吗 对不对 对啊 大家伙快心一下 热到热闹怎么了 结婚一辈子就这一次 谁不想飘飘亮亮的呀 被他们搞成这样 不是说好了不乱来的吗 哎 算了算了 把今天先忍过去吧 好 正好 给娘子了 啊 把你杯白酒 喝了吧 我不会喝酒 哎 大喜的日子 快点 大口点 我俩大老也来了 你就喝这点 不给面子啊 我姐不会喝酒 不是我说姐夫 你能不能管管 我兄弟呀 给你敬一个酒 你喝了又能怎么着啊 对啊 喝了吧 我妈 我妈 十七 你今天喝这么多 没事吧 表姐啊 我更担心你 你说你这么大老远嫁过来 姐夫还一点都不护着你 哎 你姐夫虽然不怎么护着我 但我这个年纪 也没什么别的选择了 你这个年纪怎么 到洞房了 到什么洞房啊 我表姐要睡觉了 走走走走 出去 我们走吧 我个红霜你得 你们别太过分了 现在开始 抱着新娘做20个吨鞋 说不到的 把这杯酒 咋了啊 我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几个敢碰我了解一下 我弄死谁 咦 行啊 那我就 放你起来 你怎么样 谁要敢碰他一根尺寸 我就让他少益知识 我是江石器的男朋友 你们这种大着细心的幌子耍流亡 根本就不去做 应该好好回读成造 学习一下怎么去尊重女性 那懂什么 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 谁机会不这样 我的这些兄弟啊 就是想热闹热闹 我老婆都不在乎 你们这些歪人一下 唱个什么呀 谁说我不在乎了 我不结了 不结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除了我 谁还会要你这个老女 如果你这种男人结婚 我姐才会气到变了 远离坏男人 你才会永远年轻 我给你和你姐买了两个钱 给你们转了一百万 就三样黄色的钱 等三星回来 我再给你姐介绍 一个服务不少拍好 帅的 这么有钱 那今天酒店的钱 酒席的钱 还有我们度命运的钱 还有你们亲戚的路费 都得赔给我 我是有钱 但是你一分都别想了 小小姐 我的公司有上百人的法务团队 可以全天候得给你打 你要试试吗 我们走 小姐 我忘记了 我们便吉他